非常简单,就是请输入直径 然后里面给他填入一个东西,比如输入个10 他接收到之后的话,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接收到之后就是 取得这个 H,我们用get好了,用get的方式丢给他 然后他用get的方式接收到,接收到这个10之后的话 当然就是 必须把直径除以2,因为是要半径 半径在半径的平方乘以π 应该知道那个圆的公式 然后就是最后的那个圆 圆的那个面积 那圆面积呢,最后还要取得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还需要用那个run的函数 所以这里总共会需要 用到三个有关那个数学的函数 第一个就是平方 比如说几次方 那这里刚刚有用过嘛,一个叫POW POW 这个函数 你就POW 就是 再给他 多少的几次方 比如说 就是把直径 这个值 除以2 逗点 再两次方 就是2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再乘上什么 乘上π 那π是一个常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计算出最后 再加个run的,在echo的时候呢 再把它取得小数点的第2位 所以送出资料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圆的面积出现 当然如果贴心一点,你可以在 圆的面积 为什么什么 不过我只是简单的 把这个先完成 好,那首先的话 也是要按部就班 这个我想前面也做过了 这个表单怎么做比较快呢 其实我刚刚是把那个 前面做过的表单 复制贴过来最快 有没有 所以第1个的话 你可以先开一个 新的 开一个新的档案嘛 对不对 那这个新的档案里面的话 我先把它另存新档 名称就是Lesson 比如Lesson 5-1好了 Lesson 5-1 然后呢 中间这边有个表单 对不对 这个表单 我是直接从那个云端上面 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的这个 这个表单吧 之前好像做过第1个 这边就有了嘛 然后就把这个缝 因为如果说 你还要插入一个表单 然后再插入文字栏位 其实蛮花时间的 有时候偷懒一下 复制 因为差不多东西 贴过来 那我讲过了 这边记得把它改传统的 这边记得改分割 因为这样看比较清楚 把程式 记得贴在这边 再来改几个地方 第1个就是说那个 Action 后面的东西 因为呢 他原来是Action 丢到另外一个PHP 可是我是丢给谁呢 丢给 一样的名称 后面 点PHP的程式 所以特别注意 这名称不要打错 Lesson 5-1 点PHP 如果说你这个PHP程式 还没产生 没关系 记得就是将来 另存新档 你看用复制的方式 再贴 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同学 拼字的时候 拼错一个字 他就找不到 找不到物件了 找不到东西了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再来 这个 里面的这个东西的名称 叫什么 好 那我这边把它改一下 它的Name 特别注意 不是ID 是Name 上个礼拜有同学 在ID上面改 不对 记得是在Name 或者在下面 这边有一个文字栏位 那我把它改 改成那个 这个叫什么 直径的那个翻译 叫 这种 Diameter 这个 这个就是直径 的那个 名称 我把它打上去 如果 我是直接拼那个 直径的那个 那如果你现在拼不出来 你打一个 简称也可以 好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 表单就完工了 所以基本上 简单一个表单 你可以参考前面的 然后 再来就是说 我们再继续来看 PHP程式 这个我想前面也讲蛮多的 主要 其实大概四行程式而已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要接收 它丢嘛 用什么方式丢 用get 记得 你接的话也要用get接 你不能说 这边get 那边post 当然就漏接了 OK get 然后切过来怎么接呢 第一个 用get来接 这个前面又蛮多 那get后面的这个名称 记得也要跟那个文字栏位要match 如果说你怕打错的话 有的时候呢 我习惯 把那边复制这边贴上就好了 保证不会拼错 因为有的时候 说真的啦 很容易犯同样的 错误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能这一次打字这样 现在是打字又打不对 好 那我就可以从前面get到那个文字栏位里面的东西 丢到这个x的变数里面 第一个我就取得什么 直径的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去计算 计算就是 半径的平方 乘上 π 就3.14 那这个 在PHP里面怎么叙述 第一个 这边就是POW 我刚刚讲过 POW 这个函数 那后面的话呢 我先把它先怎么样 先除以2 就是把 直径 变成半径 然后呢 d0.2 就是几四方的意思 也就是半径的平方 再乘上 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常数 π 那在PHP里面这样的叙述 m底线 π 他就可以帮你把他的圆的面积给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丢给什么 丢给一个 这个circle 就把这个结果 丢过来给他 最后当然你要输出啦 输出用echo 不过特别注意喔 我们最后外面在包有什么 run的 那把这个circle放进来 后面记得 d0.2 表示什么 取到 小数点的 第2位 输出就第2位 当然如果你要取得 小数的整数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到 改0就好了 另外 如果说你有什么 无条件禁位 刚刚有讲过 你把它用无条件禁位那个函数 无条件扯去 小数点 还有另外一个 反正那个部分的话 你反正只要看懂什么意思 换一下就好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完成 我们要的结果 最后一个coation 你这边前面还可以加个什么 圆 半径为 多少的时候 面积为多少 那他前面你可以再加一个叙述 我只是简单的 先把 这个结果先做出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 两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二人 三人 三人 一人 五人 十人